一对年轻人的爱情吧 各位请看 你的性格太好强了 事实都要争第一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得用 践踏我尊严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 我虽然说话做事有点值 但也正是因为 在你面前才会这样 我不是要践踏你 而是想锻炼你 我喜欢那种 让人有保护的女生 而不是一个处处 压在我头上的女汉子 既然你什么事都不需要我 那么我也没必要 和你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到底 做错了什么 我已经尽力在 往你想要的方向改变 到底怎样 你才会重新爱上我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刘先生23岁 来自河北 自媒体工作者 宋女士23岁 来自湖北 萧瘦 来 和亲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咋认识的 我们俩是 就是说在网上打游戏 当时是一个战队 然后打完游戏 每天都会进行连麦 聊聊天 然后当时大一开学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见面了 我感觉她就是说 对我一见钟情了 是一见钟情吧 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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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呢 后来我感觉这个女孩吧 性格也不错 挺耿直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一起了 然后呢 然后就是 越来越相处过程中 我发现她的性格 耿直以外 还特别女汉子 我就很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你们俩现在谈了多久 我们大概谈了一年多 这哥们游戏打怎么样 不是一般的菜 你这一点都不留面啊 这太耿直了 我觉得男女朋友 在一起打游戏吧 就是说男生 多照顾女生一些 然后他在我后边 我保护他吧 他不一样啊 他老是跟我抢装备 而且我每次死了 他就骂我 你真菜 哎 我想说的是 咱俩是怎么认识的 咱俩是不是打游戏认识的 是啊 打游戏认识的 那咱俩我带你一块 打游戏的时候 你没什么说呀 是不是 你现在说我 说你菜怎么着 这什么意思啊你 不是 你当时打游戏的时候 你是表现很强 那不咱们不还 不是男女朋友吗 就是往后 咱就不能换一种方式打吗 可以啊 但问题是 你确实挺菜的 我每次救的救不回你 而且还被队友骂 就是你这游戏这事儿 非跟我过不去 非骂我菜 你不能鼓励鼓励我 抱歉 我是一个特别耿直的人 你们俩谈了爱 谈了一年是吧 对 可是刚才又说这个 上了大学才在一起的 大学不得四年吗 对 那你们俩 我们中间分过一次手 还分过手啊 对 现在是又复合了之后 又出现问题了 那为什么又复合了呢 那为什么又复合了呢 那会是因为她那会失恋了 有一女的甩了她 你们俩这个 我梳理一下啊 你们俩是在打游戏的时候 一个战队对吧 对 在一起读在大学是吗 我跟她不是在一个学校 在一个城市读书 对 对 对 然后就网恋奔线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奔线之后谈了一段时间 就分手了 是这意思吧 是 性格不合 对 然后你又谈恋爱了 那是 你谈了吗 那会儿有一男的追我 本来想答应了 后来他过来找我来着 我又练他的好 然后就跟他在一块 所以实际 他们俩这个恋爱是分两段的 第一段就要刚读大学 对吧 然后谈了多久 谈了大概一年吧 大一谈了一年 然后分手了是吧 对 这和好是在什么时候和的 大概过了三年 那就是毕业前又和好了 对 真坎坷 然后你还谈了一段恋爱 是吧 我谈了好几段 我就说了他 行了明白 反正你没闲着是吧 就是谈恋爱正常 怎么着这个 那些女的还不如他呢 是 就是说我当时谈了有一二 这就别数了 容易引起矛盾 你就说是不是那些女孩子 还不如这个耿直的女朋友 是 因为我当时就是说 头大学毕业的时候 被当时女朋友给甩了 甩完之后吧 我那段时间挺伤心 然后我伤心啊 发一些说说啊这样这种 然后你一同情他 你就跟那个又好了 是这意思吧 行 好了以后再一起又不合适了 现在就是又回到以前那个状态了 他怎么女汉子方 就是 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一个这个 这个跆拳道社团 然后他就当时就拉我去了 我先去就去呗 就是多学一个技能 跆拳道挺好的 还能保护他 但是说当时吧 两个人练一个动作 就是说擒拿锁猴 他一下就把我打倒了 您多高了 您多大了您 你那么大力气 你看我这么矮个人 相信吗这些人 是他要你的是吧 还是真打倒的 其实我也没有 没有说使太大劲什么的 我就掐了他一个点怎么着的 然后他就倒下了 你那没多大劲 你都没把我锁死 是锁猴是吗 是锁猴 然后摁到那儿 当时吧底下有好多学员 就是说都很嘲笑我的意思 我当时特别没有面子 我就是我给他使眼色 我就这样眨不眼去啊 啥意思 放了我 放了我是吧 对对对对 他锁不放我 最后说我就是拍地求饶了 他放我起来了 这个很好嘛 才有运动精神啊 通平竞技对吧 对啊 受不了是吧 受不了 太太太汉子了 太爷们了 打游戏就弱是吧 然后生活里也有点弱是吧 对 包括这就是刚才那个 弹拳道那事 他都是那样 不是我怎么弱了 就是说我们俩发生很多小事 比如说男女朋友一起看电影 看电影 我觉得男女朋友看爱情片很正常 是吧 挺浪漫的 对 他就老喜欢看那个打打杀杀的 要不就看那个怪兽叫啥来着 我觉得那种大电影特别好看呀 你可以喜欢看那个怪兽 你跟我就看看爱情了就不行 你看 你非得让我去跟你一块看爱情呢 我跟你说呢 我看那爱情片我就想睡觉 真的 演来演去 就没意思 不说这个看电影 就是说别的女朋友吧 就是撒娇 就是说撒娇很正常是吧 女生都会撒娇 不是吧 轻轻地拍一下男朋友啊 他倒是 他就汪一拳 他上次把我打轻了 我哪能说的那样啊 真的是 越描越黑了你把我 不是怎么越描越黑 上次把我这打轻了 一个礼拜也没有下去 到这么多人面里 你还这么说我 你不也一样吗 我觉得这个女朋友 在这个男生心中啊 都是说公主的形象 她在我这儿就像一个主公 她这么说 你也挺不给你们面子吧 我我我我无话可说 啊 就说到这个 无话可说这个词是吧 这这都有联想的啊 有联想 有联想 来来来来 因为我大学专业学的是这个 说媒体专业 老师有一次布置这个作业 让我写一个文案 我当时就特别认真地写了 写完之后 我先在找他看吧 我就想得到一些鼓励吧 他看都没看完 他说 你写的什么破案呀 让我转专业 挺耿直啊 这个话我确实说过 你们俩我觉得有点那个倒错了啊 就是你挺男孩的性格 他挺女孩性格的是吧 我觉得啊 我觉得是啊 行 除了这还有什么呀 让你不舒服的 说出来吧 那我说了啊主持人 说吧 就是 我之前有一次 买了一个这个鞋架 鞋架 你说那鞋架 你说那鞋架 我现在又想起来了 说 你们俩谁说都行 鞋架怎么了 就是他那次买了一鞋架 在那放了一个星期 一是上班没有去装他 我那天我下班下得早 就去他家去了 我就给他装起来了 但是他回来之后把我骂了一顿 为啥啊 我觉得这我买一个鞋架 你干嘛给我组装上了 我觉得你这人说话有毛病真是 不是 我觉得我和你谈恋爱很累啊 你给我的理由 你为什么骂我 你不觉得我和你谈恋爱很累吗 就这么小的事你都给我干了 不是我女朋友还是我哥们啊 我是你兄弟行不行 行 兄弟 他要给你做饭 做饭也是小事是吧 做饭是女朋友该做的 是这意思吗 是 女朋友该做的 洗衣服比如说 收拾家 是吧 织个围帛什么的是吧 对 所以这个女人 如果装这个鞋架的话 你觉得特别难忍 是这意思吧 对 主要是这是一点 还有说 她就是说装鞋架吧 装完她还老是跟我炫耀 就是说 你看我装这个鞋架多么好 你不是真的说要 我给你炫耀什么的 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我问一句 是不是她确实这个装鞋架上 她装也装不起来 我肯定能装起来 多简单呀 她不是说没时间吗 我给她装 她能装得起来 我相信她 你这话话里有话的 这次来的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觉得她 没有之前那么对我好了 从哪看出来的呢 因为她之前 我们俩刚在一块恋爱的时候 这种活儿啊 比如说搬水啊 她都会给我做什么的 也挺对我殷勤的 但是后来她老说她忙 说想不起这些事儿 还有一个就是她 不怎么搭理我 我给她 我给她 我有时候给她打电话 她说她在开会什么的 搞这种借口 来搪塞我 所以这次来是为了验证一下 她在不在乎你 还是为了什么呢 我想知道她心里边 到底还有没有我 哎呀 你心里还有她吗 有啊 有干嘛不好好对人家 她说那些事儿我是当时忙 她总是说以前啊 我给她装水啊 打扫房间啊 这不是当时吧 在学校啊 那也就是说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对她那是那么好 是吧 对 复合之后就对你不好了是吗 嗯 现在聊的是复合 复合之后一开始还行 后来就回到老样子了 哦 所以又得回到大一 大一是谁提出的分手 她 哦 你就同意了 我当时没那么痛快就答应 我也挺难过的 那时候我还 不是 我当时跟你说分手 不都是上次因为那个下雨天啊 下雨天怎么了 那个事儿我就真是不理解 就是说那天下雨了 然后她当时被困在地铁站了 等雨停了回来了 就披头盖脸说我一顿 说我根本不会去接她 可是她当时就没有给我打电话 那天我一个人放完学之后 走地铁口那儿去 看着外边下着那么大雨 人家男朋友拿着伞过来接她女朋友 回家 我的呢 我的在哪儿 我当时在想 你人在哪儿呢 我知道当时下雨了吗 我当时知道你爱交了吗 你什么事你知道啊你 你每次说你不知道 你哪不知道 要当各种理由借口 不是 咱们交往这么长时间 你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做 我觉得这个下雨天倒不需要我 就是你可以回来 你老是觉得你觉得你觉得 事实是这个样子吗 我是你女朋友 我怎么可能会不需要你 对对对 我想问问啊 这是大一分手的理由 小伙子也委屈 说你就这样啊 你不需要我 女生说我还是需要你的 那你这次跟她复合以后 有没有吸取大一时候的教训啊 你主动说我需要你啊 怎么着你让她有点男人的 所谓的成就感和虚荣感 你给她了吗 还哭了你看 看来大一那次分手还挺叫着劲的 复合之后有过说我主动的跟 有 有啊 有 我给她机会了 干嘛呀 我那次 骑那个自行车 摔了一跤那膝盖磕那石头上了 当时化了流血 因为以前嘛她老说我 什么事也不跟她说 那我打电话 我尝试就改编一下我自己 我告诉你行不行 然后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结果你跟我说你在开会 你说 啊要不你先去吧 我这会忙抽不开身 我当时确实在开会啊 你发现没有每次 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身边 是你就这一次需要我了 以前什么是 以前我是女汉子 现在我肯为你做出改变 你不知道吗你 你现在做出改变了 你以前那么长时间 你是什么样的 你不觉得你给我心里已经 真是很很伤我心吗 不是你们俩今天是来干嘛的 是来找问题的人来分手的 你今天来干嘛呀 嫂子 她叫我来了 你就来了 嘿 你叫她来干嘛 是这样的 因为我跟她之前 因为分过一次手 现在的话 我就觉得 两人来来回回的这样 确实不太容易 我希望就是有一个机会 能够转折一下 哦 就是还想跟这小子继续交往呗 其实我觉得她人还是可以的 就是女生现在觉得 这段情感还是有危机的 来这儿是这个目的 理解的对吗 喜欢她吗 喜欢 真喜欢 能接受自己的女人 不是小鸟依人 是要你人一小鸟的吗 不是 不喜欢 我可以以后 带你游戏里面 带你一起上分 带你一起分 行不行 带你吃鸡 带你躺赢 行 事儿是听明白了 你们听老师怎么给你们分析 来 各位老师 把难题交给你们了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们俩这段让我想起来 有一年春晚有一个小品 用来形容不同类型的女生 其中一类呢 讲的就是 男朋友陪我吃饭 她喂我我都害羞了 另外一类呢 是说 男朋友陪我吃饭 还没胃呢我就吃完了 前一类应该就是 男生喜欢的这种 后一类应该就是 你现在女朋友的这种 对吧 男生你今天跟我说句实话 你是不是想分手 是 对 实话实说啊 你其实就是想分手 我觉得想分手没问题 大大方方说出来 我知道你心里可能有愧疚 因为第一次分手就是你提的 后来又去找人家 现在又来提分手 不要有愧疚 感情 友谊说一 其实我比较理解你的一点是 打游戏也打不过它 是吧 打架也打不过它 是吧 特别的有挫败感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 在恋爱当中 女人 要的是被宠爱 男人 要的是被需要 女人要的是安全感 男人要的是成就感 但是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完全都体会不到 真的就是 不适合 女生你到现在都没有明白 你刚才激动的说 要打游戏 我带你飞 我带你吃鸡 我带你躺赢 她不要这个 她要她带你飞 她带你吃鸡 她带你躺赢 或者她带你输 都没关系 但是她要的是她带你 你没有错 你非常好 你独立自信 这没有不好 只是你不喜欢而已 但是没关系 总有喜欢这样性格的男生 不要有那种执念 当年你们在一起怎么怎么样 后来你又跟他在一起 现在我们好不容易 不要有这样的执念 就好比说 她喜欢那个 她一为人家吃饭 人家就害羞的女生 但你就是那个 还没等她喂 你就吃完了 这样的性格 你说我现在改 没关系 你喂我啊 你喂我啊 我来害羞 她下不去勺子 因为她对你已经有 这种固执的印象了 这也是最真实的 你不要去改变 很多我们年轻的时候 可能爱情就是 小小的错误 那就让她过去吧 各自去寻找 好 最适合自己的那个 幸福的人 祝福你们 好 谢谢作严老师 谢谢 女孩儿 哭什么呀 你这一哭心里特别酸 真的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 你看她哭 我 有没有纸巾呀 纸巾 有没有纸巾呀 我这儿有 我送还是你送 不用不用 我自己掐它就行 我本来就是女汉子 来来来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哎呀 跟人分手了 就别那个了 对 回去 送完纸巾 你怎么做到 你应该做的了 我继续跟女孩聊聊天啊 不要哭 哎 你哭什么呢 你是哭复出 白了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就是 我们从 从大一开始到现在 就是复合 嗯 就是中间经历这么多事啊 我觉得就是说 真正说想要放一下 我觉得太难了 好 太难是因为你重感情 太难是因为你的确 付出了这么多 分开的三年 你其实一直是在 我都一直想着她 是 可她可没闲着呀 其实 我告诉你啊 你非常好 只不过她是不太 懂得你的不同 她不懂得你 不懂得你的好 虽然你有的时候 表现得很像 一个假小子一样 但是那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那个她不够男人 你也会温柔啊 你在她失恋的时候 你去安慰她 那不是温柔吗 在我理解你帮她去 默默地把那个鞋架子安好 那也是一种温柔 可是她不懂 你干嘛 跟一个不懂的人去纠缠 你非常好 但是你有做得不够的地儿 没错 第一 你的确没有给她 某些时候的尊重 这是男人 任何一个男人都需要的尊重 你没有给她 你觉得自己 我的性格就是耿直 我就是很直接 所以我能不顾及你的感受吗 不可以 明白吗 比如说说她打游戏菜啊 在那个公众场上 她已经向你暗示了 但是你没有去理解她 当时的感受 这个在以后 跟别的男人相处的时候 你要注意 第二 或多或少 在她那次失恋的时候 你有点趁虚而入 你们再次的复合 其实还是有瑕疵的 你不能怪她说 没有想好要跟你在一起了 是你 在她那状态里头 不应该去拉着她开始吗 千万不要趁虚而入 好吗 男生啊 你不够坚定 你既然知道自己喜欢 什么样的人 你就照这个方向去找 明白吗 千万不能被人家 某一次的这种感情 你变得感激 而去同意开始 这是害人害己的 所以呢 你可以大胆地说 坦诚地说 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 我们可以作为哥们兄弟 但是我们不适合作为情侣 对她越早说 伤害越小 好吧 好 谢谢老师 男生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 你说 我想找一个小鸟依人的 很女人的女朋友 对吗 你看我高高大大的大男人 但是我从头到尾听起来 我都觉得你不像个大男人啊 一个大男人 如果女朋友跟她开玩笑 说你打得很菜 她会很宽容啊 菜就菜呗 我就打游戏不行 那我别的行啊 我努力工作呀 女朋友打打闹闹 把你摔倒在地 你哈哈一笑 你看我女朋友多棒 我打不过她 大男人应该是很宽容 很包容的呀 大男人应该是说 好女朋友说看怪兽片子 看走 看埃及片 行来 你看你这也不舒服 那也不满意 你怎么找小鸟依人的女朋友啊 她能有安全感吗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当我们自己不是那样状态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找到 你幻想中的女朋友的样子 所以无论今天是分手也好 是还能在一起也罢 找准自己的定位 你是什么人 咱就找什么菜 明白吗 明白 你不是不懂她 你真的是不了解自己 谢了 女生我想说的是 你不要谢我 我觉得你的问题更大 你今天在场上两次掉眼泪 第一次是突然情绪失控 说我们第一次分手 就是因为下雨天她不接我 第二次是现在你一直在流泪 因为她说出了我不想和你好 你看你的感情多么细腻 多么丰富 其实你心里多么渴望被一个男人关爱 能有人在雨天给我撑把伞 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为什么把自己包装成 我很强大我不需要你 我什么都可以自己搞定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内心不够自信 是因为内心多少有些自卑吗 其实无论我们的外形怎样 我性格是耿直也好 我的性格是温婉也罢 都不妨碍我们是一个女性 就有女性的柔情 也不妨碍我们坚强独立 这是一个混合体 你就是你 你有柔情的时候 有爽直的时候 这就是自己 所以我觉得她还真的不适合你 你真的需要找一个懂你的男生 他理解你内心的情感的丰富 渴望被关注被照顾过的需求 也赞赏你很多事情上的独立和能干 这样你们就都幸福了 彼此看不懂对方 也不了解自己 所以就错误都走到了一起 总会找到适合你们的 男生可能慢慢长大 还指不定真的以后你强大 就找了个小鸟一人的女朋友 女生释放自我 你的温柔 你的独立 完完全全的绽放 总有一个人懂你爱你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雅老师 好 谢谢 有人懂你是幸福 但是没有人懂你 也未必就是痛苦啊 你有什么好哭的呢 问一下男生 你今天分了手之后 能保证下次不找他吗 能 那能保证到就好 我不认为你不懂他 我不认为你不知道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我不认为你不懂他是一个 外表虽然强悍 其实内心是真想对你好的人 你是知道的 但就是不喜欢 我想告诉你一声的是 所有半途而废的 弯弯绕绕 后来又回来找你的 其实都是在权衡利弊的 就溜达了一圈回来之后 相比较之下再来找你的 其实他看中的已经不是爱情了 他第一年把你甩了 后来三年在外面逛了一圈 后来又被一个女生给甩了 然后你又在梧桐树下 实施地等待 那他的情感无处安放 受伤的心灵需要安慰 又找你了 人是这样 他就谈了几段失败的恋爱之后 他发现算了我找个靠谱的 我就找一个关心我爱我的人 然后于是他就找你 然后你又那么义无反顾的接着 但是当他来了之后 他发现我还是不能接受 虽然我很感动于你三年的等待 很感动于你三年之后依然愿意接受我 但出了之后还是不喜欢 所以我才会问他 下次你能不能做到不再找他 咱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别人一起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真正的喜欢就是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在第一段练进的时候 他要是喜欢你骨子里的这些东西 那就是喜欢 思来想去之后再来找你的 这一定不是爱情 而是衡量的结果 你说呢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改变自己 你不用比较 你不用改 你就是你自己 你要改变自己 就会变成 不喜欢你的更不喜欢你 喜欢你的也不喜欢你 你做自己就好了 不要再找别人了啊 就这样吧 好 谢谢陀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生活有的时候就是需要静一静 女生 静下来就好了 没有什么对错啊 坦诚就行了 你们最后享受一下曾经美好的时光吧 这段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知道你今天来是想跟我和好 我觉得我第二次找你复合的话 听老师们刚才说的 我确实做的有点不对 我感觉我有些自私 你后来咱们和好你说你改了 就是说你要变得温柔一些 但是今天在舞台上 你还是如此嘴里咄咄逼人 我希望你以后 能找一个欣赏你性格的人吗 我刚刚听了那些话呢 觉得 我现在脑子你特别空白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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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结局 当然我希望男生能够坦诚一些 我也不知道这个女生是不是 最后还能再挚牛地表达一次 来吧 我们来看结果吧 请看 祝天下有情人 都幸福吧 我也不说忠诚眷属 都幸福就好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上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报仙思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他相差四岁 他比我小 我很爱他 他也很爱我 但是相处起来却磕绊绊 总闹分手 他是个很喜欢闹关怀的男孩子 为了给他他要的爱 我感觉付出了太多的努力 但是他还是觉得 我不怎么爱他 为了很小的事情呢 我们都能吵几个小时 而且每次吵架都口不择言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都知道相爱容易 相处难 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们相爱的 只是彼此身上的某一点 但是真的不合适 因为我们说 斑斑的爱情呢 是互相理解 互相温暖的 领巴的爱情 看似爱的激烈 其实是在消耗彼此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户